当选无效跟选举无效的官司 两个官司蓝军都输了 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提出证据 国庆的提出来的诉求是说 你选举是做票 那你既然要证明他有做票还是没做票 你必须要检验选票 第二个你必须要看选举人名册 可是一直到12月30号选举无效宣判之后 我们的法官从头到尾 没有真正自己去检验选举人名册 我们一千多万的选举人名册 我们被给予一次机会看了以后 看完以后我们从一千多万里面 我们整理出来总共有九十几万笔 是有问题的 那么一个百分点按照我们民调换算的十二万票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目前的差距是六个百分点十二万票 换句话说在十二到十四万之间呢 是将近在八十来九十万票之间 第二次的选举诉讼 他们是交由国民党 清明党的党工 还有一些志愿的人员 去做这个 在整个审查这个选举人名册 然后我们再从九十几万笔里面 去汇整整理出了这个十几种的这个违法的类型 我们提出去为了这个诉讼的这个时间的考量 所以我们提出去了三十几万笔 但是我认为官是政党的党工 或者是这个只是一些志工 不足以去负担一个法律程序上的要求 因为他们不懂的法律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调查证据 到底哪些证据是有问题的 哪些证据是没有问题 我们第一次看了以后 隔了三四个月 法院再看我们 再让我们看第二次 可是我们第二次看的时候 法院是把 我们所申请的三十几万笔 他从原来的 原本的选举人名册 所引印出来的这个影本 在经过剪贴以后 再就是变成一个新的版本 给我们这个月兰 范兰他们在真正进到法院的时候 他们的律师自己也一再地把这个有问题的选票 跟选举人名册的数目不断地降低 因为他们也发觉真的原来他们找的党工 其实犯了非常多的错误 有关于到底什么是有问题的选票 跟没有问题的选票 我们自己律师进去看了以后 发现这些经过剪贴 经过重新引印后的这些选举人名册 无法辨识 就是说那些指印相同的部分 在辨识上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请求法院调原本 法院一直都没有同意 所以法院最后认定的结果认为说 也不是说真正有问题 应该是说他们很多主张都是没有问题 那么也许有一些是 还不能够讲说是绝对有问题的 但是是纵使有问题的话 也不过才3700多币 这个用指印领票的有关的违法部分 这个总共有16万2575票 你说这个他拿印章 没有拿印章去投票 那用盖指印 那要有一个管理员 一个监察员来会章来证明 但是没有的话 那是管理员跟监察员的 他们的疏失 但是也事实上也证明了 每一个人去投票都有核对身份证 法院用的理由是说 因为他传了这些主任管理员 跟主任监察员 主任管理员跟主任监察员都说 选民进来他们都有核对身份证 所以所有选举的名册上面 这个没有盖指印的 或者是说盖的指印没有会章的 他都认为没有问题 那没有任何说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来说 这个里面有什么舞弊的情况 或者有人去假冒这个指印 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本身 因为如果说这个选举本身有作票 最可能的作票或最可能是有问题的是利用这个悬物人员的这个疏失 或悬物人员的这个 有可能是悬物人员有参与 或者是利用悬物人员这个不注意的时候去作票 所有的东西搬到法庭上 因为时间也有限 你不能够提出一些 你自己本身都还没有查证清楚 而且你资料操作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造成法官很大的困扰 法院在博我们的意见上面 他没有就我们主张的三十几万笔 一笔一笔的去说明我们哪一笔是写错的 法院是用一个理由说 今天印背或者是没有印章在上面 或者是这个没有会章 或者是说只有会章没有指印 法院都认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有错误 而是法院的看法是认为 这样的行为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我的认为是说 如果今天陈水扁是因为作票而当选的 那我觉得这个证据很好取得 你有人证有物证 而且都公开都让你验了 到目前为止只有法院有资料 到目前为止只有被告中选会 他自己现在是持有这些 所有的选举人名册的影本 只有他们知道这次的选举 真正违法的情形到底是有多么的严重 那我们大众 我们的public我们其他的人 我们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看到这些违法的这些证据 当我看过了许多法律的文件 我听过很多证人的证词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 我的结论是 这个总统应该是连战 陈水扁总统的当选里面绝对有作票 那作的票绝对超过两万五千票 也绝对超过他们两边的差距 因为有公投有总统大选在一起 所以有很多老师跟公务员不敢加入做选务人员 所以到最后变成由民进党去聘请很多他的支持者 进入选务机关当做到那个投票所当选务人员 这整个作票的过程牵涉到很大量的 非常细致的一个技术性的操作 在早上八点钟以前 有很多票箱的布置是不正确的 选举人名册可能一本 一本选举人名册里打开来 里面从头到尾都是按指印 到下午四点钟投票截止的时候 有许多已经死掉的人 坐监牢的人 出国的人 在事后都被证明 他们的票被不知道谁领走了 也投了 然后有许多证人作证说 他们在看开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开票员便没有用台湾的法律规定的一张一张来唱票 说陈水扁一票 连占一票 他不是 他是数好连占的选票一百张 然后说连占一百票 陈水扁一百票 甚至有把所有的总统选票跟公投票全部倒在地上 然后所有的选务人员围在地上 像捞鱼那样把选票捞出来 然后从头到尾没有公开的量票给选民开 中选会也不否认说有许多 有许多投开票所是总统票跟公投票同时开票的 可是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为了节省时间嘛 但是请注意 这是违反中选会他自己的规定的 在选举前他自己仍然发了公文规定说 要先开总统票 开完总统票 把票全部都封好之后 最后才开公投票 那另外呢 有许多的有泛南的监票员的投票所呢 因为他的投票所的主任叫他去看公投票 而让范绿的监票员去看总统开票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总统开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差不多有十分之一左右的投开票所 他在四点钟选举过程一结束之后 他就把门窗关上去了 等到五分钟十分钟之后 在很多选民抗议敲门之后 他再把门窗打开来 等门窗打开来之后 那个票轨的封条已经被撕开了 然后盖子已经掀开来了 已经准备要开票了 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 他把门窗紧闭那十分钟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说要有舞弊 我觉得很难想象 我们可以想一个情况 就是说假设一个投开票所 你要有舞弊 最少有八个人在里面 最少有八个人 包括主任管理员 主任监察员 监察员管理员等等有八个人 结果民进党的监察员 忠然的做票 明明是红水扁的无效票 结果他喊有效票 我当场立即抗议 结果主任管理员跟主任监察员 这两个都是民进党派来的 忠然勾结 他们立刻讲这是有效票 那你一个投开票所你要 你要等于要贿赂这八个人 然后来同意来做舞弊的行为 然后还要让这个消息不会外露 我想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他们拿了一个规定 虚谎一招 事实上这个规定 我在投开票以前就事先详细的阅读过 那个票确实是无效票 因为他的话计是在全选来以外 现在连台北市全国的素质最高的选评 民进党 陈李 陈水扁都公然派他的监察员来做票 从我所看到的证据 我完全百分之百被说服 总统应该是连战而不是陈水扁 陈水扁是靠做票当选的 我给你讲 我们的选举人那个手册上面 有讲过开票是一张一张 四个人一张一张要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完全看不到 你这个离得一方面太远 还有你这样子记我们全部看不到 对 不是 你不必那速度这么快 你们不必这么急 对 而且不是你念你亮 是一个人念你一个人亮 一个人摆 一个人念一个人亮 你们这样全部错误 全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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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我是用法律来讲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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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有看过选举 选举的这个开票手法 我有看过开票手法 没有人都拿到两个手法 你看到吗 我们人民有权力要看得清清楚 你们有权力嘛 拿到你家里去看吗 你这样子看的 我们人民有权力要看得清清楚 我们人民有权力要看得清清楚 你要去看得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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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看得清清楚 我要求看得清清楚 我没有错 没有错 你这样子开票全部错误 你應該多住人 來啦啦啦 我才能給他看 先生 我告訴你 先生 你們這樣子開票全部錯誤 全部錯誤 你們不可以這個樣子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開票 怎麼這樣不可以 他不可以整理 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不可以呢 警察先生你為什麼要最爛 現在我馬上 他如果錯誤 不是 學姐 學姐你是誰來看 你是誰 你是誰 他有權力我們也有權力看 每個人都有權力看 對我們也有權力看 幹什麼 好我現在開始唱票唱慢一點 好 2號連戰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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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一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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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國慶的監票員是在哪 他是國民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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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民進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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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雷 嗯 嗯 老闆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